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波士顿航空调查激光袭击事件 麻州计划大改清洁能源设施 哈佛MBTA车站发生火灾 Watertown警方调查仇恨自调 救护车在波士顿公路上发生测翻事故 波士顿航空调查激光袭击事件 波士顿近期发生了三起地面激光袭击飞机事件 相关执法部门和美国联邦航空局官员正在合作展开调查 这两起事件涉及截兰航空飞机 在上周四黎明时分发生 据报道 设施飞机分别于当天上午5点50和凌晨5点54分 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降落时 受到绿色激光照射 第三起事件发生在晚上8点左右 一架海岸警卫队的直升机在执行训练飞行 在波士顿地区一家医院降落时 也受到绿色激光击中 幸运的是目前尚无人员受伤的报告 根据美国联邦航空局的数据 今年以来飞行员已经报告了超过7400起激光危险事件 去年报告的事件数接近9500起 显示这类事件呈上升趋势 FAA表示将彻底调查此类事件 麻州计划大改清洁能源设施 麻州州长莫拉西里计划签署一项行政命令 解决清洁能源项目和基础设施的批准程序 以实现2050年零排放目标 据了解 西里州长计划成立清洁能源基础设施选址和许可委员会 负责简化和加速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的选址和许可流程 这个举措受到了公用事业公司和环保活动人士的广泛认可 现有许可和选址流程被认为效率低下 可能影响麻州实现净零排放目标 电信公用事业和能源联合委员会 对清洁能源许可和选址提出了立法建议 该建议可能成为立法机关关注的重要议题 其中一项法案将设立一个新办公室 整合与公用事业脱碳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各种许可程序 以解决重叠延误和公众参与等问题 哈佛MBTA车站发生火灾 麻州剑桥市哈佛MBTA车站发生火灾 导致昨天早上红线的沿线服务受到中断 据MBTA报告 昨天上午9点40分的红线服务延误了约20分钟 随后他们接到了报警 剑桥消防局迅速赶赴现场展开灭火工作 大约上午10点左右MBTA提醒乘客 穿梭巴士将替代Porter和Pard Street之间的服务 红线列车将在LWIF和Porter之间的单轨上运行 剑桥消防局于昨天上午10点22分表示 火灾已经被成功扑灭 随后MBTA恢复了红线的正常运行 Watertown警方调查仇恨字条 昨天 Watertown警方对一张贴在亚美尼亚教堂布告栏上的 可疑纸条展开调查 该教堂表示 该纸条内容令人憎恶 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他们于当天早上接到报警 前往圣斯蒂芬亚美尼亚使徒教堂 调查一张可疑字条 这张纸条贴在教堂的留言板上 上面写着威胁性言论 警方表示 针对这一通知 他们正在加强教堂周围的巡逻 确保社区安全 警方强调 他们会全力以赴 确保所有社区成员在Watertown感到安全 救护车在波士顿公路上发生侧翻事故 昨天晚上 一辆救护车在波士顿93号周际公路附近 发生侧翻事故 据麻州警方称 事故发生于当天下午7点前 一辆救护车和一辆吉普在一路口处相撞 救护车的司机是一名24岁女性 吉普车的司机是一名43岁男性 两人在事故中受了轻伤 麻州警方表示 两辆车均被脱离事故现场 事故现场已于晚上7点15分清理完毕 吉普车司机因机动车违规行驶 受到了警告 感谢收看今天的波士顿新闻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国高考生直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本科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创建于1848年 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是一所世界顶尖的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 也是美国大学协会和十大联盟创始成员 被誉为公立长春藤大学 威斯康星大学享有很高的学术声誉 2023 US News全美排名第38名 2023 US News最佳公立学校第10名 2023 QS世界大学排名第83名 此外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有2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和12位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 他的教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全美第1 生物科学全美第3 工科全美第4 艺术全美第11 计算机全美第12 商科全美第15 除学术强势外 该校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也非常顶尖 学校位于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 校园家在门多塔湖和曼诺纳湖之间 每年都被美国杂志评为最适宜居住的地方 2012年 威斯康星大学首次来到中国 为中国优秀高中生提供一个进入该校深造的便捷通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